Celavie聽就聽得多 要明白法國人的生活態度 去他們的家就最容易感受到 藝術家Antoine十幾年前 曾經在上環住過兩年多 在2010年來香港定居的時候 就選擇住在赤柱 我認為法國人相當抵抗 對生活的質素 他們想讓他們的孩子 去植柱、樹木、樹木 赤柱近山、右近海 想行山 近近有紫羅蘭山和孖江山 想去離島 走十幾分鐘去碼頭 就去到葡台島 他就覺得赤柱很像霸黎的郊區 當我去Central、Xenguan 我告訴我的朋友 我去市場 他們笑著我 因為他們看著我 像是一位郵寶 家裡周圍很多樹木 客廳前面有花園 廚房外面都有個後園 客廳、廚房、工作間 都在不同層 樓上還有個天台 有時候他都會在這裡看書 Antoine是一個拼貼藝術家 經常存在舊報紙、舊包裝紙 連地支底都送一大堆 我喜歡被困住 很好的物件 和藝術 你不會在一天找到這些東西 家裡很多傢俬和擺設 都是二手貨 不過他覺得背後的意義 才最重要 這個雕塑來自印尼 這幅畫 就是他去玻璃維亞買 這個西藏風格的櫃 令他想回十幾年前去西藏的經歷 屋如其印尼就是他的蛇納比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